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共机绕台 而且当中还有半飞的 这个歼10一呢是 飞越了海峡中线 AIT美国在台协会 在他们的官网上面表示挺台湾 也呼吁北军要停止任何 胁迫台湾的动作 在官网上面PO出了这张照片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看过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的军机 也立刻来到了海峡中线 也绕一圈 这是一架MCE-30J的军机 另外还包括了两架B-52的轰炸机 所以我想请教 先请教台湾教授好了 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的上空 只要不管是有共机 或者是军舰或者是美舰之后 双方的互相的动作是 你来我就来一下 我来你就来一下 有点像是SOP 不过这一次比较敏感的是 因为共机是有越过中线 然后这次美国军机就来了 你认为还是只要用单纯的SOP 来看待它 还是把所有这一两个月发生的 不管疫情的演变 美中的近和综合考量 需要一些担忧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说是 特殊SOP 特殊SOP 升级版SOP SSOP Special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从哪里来了呢 从赖清德去访问美国来了 所以你说 他去了美国 而且还进了白宫 那你说你北京都 什么都不动 那不可能了嘛 那这样的话我不等于默认了吗 那所以说他一定要动一下嘛 那动一下当然 那这个东西 就会引起美方的这个注意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连贯 而且这个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我们要看 这里的始作拥者是谁 当然就是美国 你美国你不邀请赖清德 赖清德去得了吗 那不可能了嘛 那你邀请了赖清德赖清德不去吗 那这个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一定是美国先主动 那美国先主动了以后呢 然后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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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这个北京的军机反应了 那你现在军机反应了 那当然了 那现在要看下一步了 那看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那你是不是说 台湾这边要跟美国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这个 新的这种合作方案 或者是护防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现在好像还看不太出来 我先直接请教一下 你觉得AIT这次会来 比较高层的官员出席吗 520的蔡总统的就职 搞不好还有其他人 因为现在我觉得要分两种 一个你要看他是行政机关 还是立法机关的人 那立法机关我觉得 这次根本就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赖清德这次去 他只有跟一些立法人员 当然参议院众议员什么 这些人照了照片公开了 你跟行政机关的人 你跟行政人员 或者行政官员 你有什么照片吗 看不到 可能不便拍照 对不对 有进白宫国安会 但没有照片 又进了国安会 然后又进了白宫 那这些东西就都没有照片 而且事后也不接受访问 也不接受访问嘛 那你那个时候你去参加 你进去他好像赖清德 也做了一个演讲嘛 那演讲也是限制人数嘛 对不对 而且演讲内容也没有公布嘛 也就是说 美方在这个干预行政的这块 他其实他还是稍有保留的 可是你这个立法机关这块 参众两院 他也控制不了 那爱怎么干怎么干 你这边参议员众议员 你自己决定嘛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下一步是什么 汤教授提出这个点 其实我们来宾当中 也给大家解释过说明过 因为行政机关代表的是 美国的政府 立法机关代表的是 美国的民意 民意这样子 但是不代表说 政府的态度是如此 所以这应该要脱过来 做一个看待 请教一下老大 因为我又要问了 法案过干 行政单位会不会去执行 这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我们来看这个 台湾的青年白日满地红的 这棋子有没有办法 在美国的行政机关出现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人 没有永久的朋友 还记得吗 2015年的元旦 当时双向元升旗 结果让美方非常的不开心 当时还是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那现在呢 就美国的议员要提法案 希望能够让 这叫做组成像军法嘛 未来可以让台湾的国旗出现 在美国的公家单位当中 以前是指纹楼梯 因为有些议员提出法案之后 可以拉自己的民调有曝光 但现在好像只要提法案 就会真的连署 就让它过关 过去好几个法案都是这样子 老大你来看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立法机关过 行政单位会执行吗 美国的立法机关 都会为台湾打一些 这个心理温暖牌嘛 对不对 但是它的行政单位 是非常会严守分界 它知道出问题不得了了 但这件事我想先谈谈 那个前面 大家讲的没有错 这个中国大陆9号 10号 两度飞机飞过台湾 然后美国的这个飞机也过来 我觉得这一次跟以往不一样 第一个 这是中共的飞机带了什么东西 轰六是挂了英级六三反舰导弹 它的目的不是台湾 它不是什么 像台湾一些名嘴 自以为军事专家 什么是转移疫情 然后习政权不稳 然后这个要绕台是威胁 那都不对 它是注重到台湾东南 所以我敢断定 我这个断定是昨天 跟几个军事专家研究过的 我敢讲都一流了 但跟台湾无关 他们讲 弹定老美的航母打击群 就在东南外海 现在 就是那几天 所以杜特利为什么不准美国过来 你再看看前面 为什么不准美国过来 因为杜特利很清楚 这一次可能插枪走火 插枪走火 那美国 我们台湾的不要那么 美国飞个B-52 我们好高兴 B-52哪一年诞生的 1955 你等于是一个老人 拿个拐杖在对年轻人讲 我要动 我要动 然后杜特利很清楚 这个拐杖不敢打这个 打这个强壮的年轻人 你当时乱打就打到我 所以有时候你一定要看他带什么 还有美国飞什么飞机 还有整个路线 你不要以为都来都来都来 你每一次都要看 最起码我们有个本事 我有些朋友每一次都详细记录 是什么样的情细 正好昨天跟他们聊这个事情 美国航母群如果在台湾的东南 东南海 应该在东南海附近 那我们的国防部一定也知道 不是不是公海 公海公海 他在公海 我们的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尤其 所以中共那个时候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灌 而且他带的是一个 带的是反舰导弹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 我是没什么本事 但我很多有本事的朋友了 那至于说你到那边去升旗 我告诉你 可能那第二天准备打造 美国会让你 你可能在室内 什么小会议挂个东南美国国籍 你可能在真正中央的地方挂嘛 所以我是跟你讲 台湾这个真的要清楚 选举的时候你可以玩玩美国牌 打那个中共牌 但是最后你真的要面对生活 你还是小心中国大陆 不管他实力 他实力绝对被20年前强太多 而且他是敢拼命的 他韩战都敢打 那个时候什么本事都敢打韩战 他今天不敢打嘛 所以我是提醒大家 美国打台这牌子 当然会给台面子 会给台湾一些面子 他要打你的牌嘛 我这个要这个 而且都是议员讲话不负责任的 还能赚到台湾银子 你们没问题 他多买点武器都买 你是不是赚台湾的银子 反正不死我儿子 最后打仗不是死美国人的儿子吗 死的是台湾人的儿子吗 他何必不得 所以我们自己讲很清楚 所以你看那个杜特地 都很久 这个演习我不跟你演习 我不让你再到我这里来演习 因为真正战区不是旺别的 真正战区将来就是在 整个巴士海峡在这一带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 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 台湾还是要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军事头脑 有点军事脑 大口中说的这个 台湾主权象征法 就算是过了 依旧是口会使不至 当做选举的操作可以 但是美国的行政机关 是不会挂上台湾的棋子的 你是这样的一个解读 我请教一下郭委员 就算这个主权象征法过了 然后让台湾的国旗 可以出现在美国 民进党的高官会真的 别一个 七天白日 马力宏在胸口去跟他开会吗 我那个最后都是 行政部门要尊重他 因为 国会通过的法案 通常大部分都是授权法案 而不是直接有约束力的法案 因为他如果要通过 有约束力 他会特别著名 那我们看过 挺台湾的法案 几乎都是授权法案 授权法案就是说 行政部门还是要决定要 用什么方式执行 所以最终 还是 我们要去之前 行政部门就会跟你讲 说他的规格大概是什么 那你就请你配合 那我刚刚问题 我刚刚问题是 你能想象 自称是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挂一个七天白日满力宏 棋子在胸口吗 他会带吗 他会带啊 他会带 你不要低估我们的调整能力 好 我们今天记住委员这句话了 他现在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你认为他胸口也会别个旗子 我认为没有问题 OK 好 来 汤教授 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 蓬佩奥即将要推一个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台湾或要去担任观察员 担任这样的一个联盟 并不是在联合国下面 任何一个组织 是他发起了一个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因为刚好台湾去年 办了一个宗教大会在台湾 那这个 有人说赖金德访美之后 当然美国对台湾的优惠 好啊 这个立法 不断的自己在端出台面 那接下来你来观察 什么东西都有price的 都有一个代价 那台湾接下来代价是什么呢 美猪美牛 天价均购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他这个是 这个其实讲起来 应该是算是 国务卿 这个蓬佩奥 他来主导推动的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川普 他是很讨厌这种多边的 这种什么 这种组织 那可是呢 这个组织呢 那确实他还有他的功能 比如说 他这蓬佩奥 他在这个成立大会 他就讲了很清楚 他说什么伊拉克的 什么亚西迪族 什么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 这个印度教人 还有这个 Nigeria的这个基督徒 还有这个缅甸的这个 穆斯林 罗欣亚 再加上一个新疆 维吾尔 那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其他的 这个规格都太小了 那重点我觉得 还是在新疆嘛 还是在维吾尔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他还是要用这种方式 来针对中国大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说有26个国家 我把那26个国家 全部都找出来了 其实都是一些中等国家 还有中小型国家 什么阿尔巴尼亚 什么波斯尼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什么科索沃 那比较大的谁呢 只有一个英国 英国算是比较大的 你像比如说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都没有参加 到目前为止 亚洲基本没有 中东 非洲也都没有 那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这让人家感觉到 是有点奇怪 其实这些大概也都是 美国是把他招来的 但这样的一个 重点是对中国 这样的一个国际宗教 自由联盟 未来可能在 蓬佩奥的心中的 一个蓝图规划 是运用这样的一个 宗教的活动 去在舆论上面 发挥影响力吗 还是怎么样 一个操作 操作就是要针对 中国的这个维吾尔族 比如说中共现在 他们所谓的这个 什么集中营 什么这个一两百万的 这个穆斯林 集中在里面训练 什么等等 它重点是在这里 因为你其他的这些 当然也是问题 可是这个规格差太远了 所以我说它这个东西 绝对是就针对中国来的 另外你说这个 对我们回到 我们刚刚那个主题来 你说现在他可能要 第一个邀请台湾 要来担任这个观察员 那这当然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跟台湾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一个升级 对不对 那因为很多台湾 这个国际组织进不去 它这个东西又算是 也是一个类似的国际组织嘛 而且听起来还蛮正确正确的 对啊 国际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啊 什么这个 人权自由 对不对 这个四平八稳 放出四海皆准啊 那另外呢 你说这个 好了 那就要看啊 那我们这边要付出什么代价了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你就美猪美牛啦 什么的武器啦 什么的这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的嘛 对不对 等于说现在你这个 你赖清德去了 然后呢 我们又参加了这个 什么自由联盟啊 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美国 其实在小英当选的第二天 美国就已经提出来了嘛 这个美猪美牛 你老早就应该弄了 你怎么到现在都还不弄呢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的话呢 那以后可能美国 跟我们的什么这个FTA啦 什么这些东西 就开始可以谈了嘛 那现在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嘛 那当然现在就要看小英啦 看民进党这边啦 你们要怎么做啊 要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这样 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可能又要更上一个台阶了嘛 伯源你的看法呢 其实这个只要不是联合国的啊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自己组的小联盟啊 嗯 这种组织其实很多耶 我刚刚是延续刚才 汤教授的问题就是 民进党面对美猪美牛下一个会期 不这个你很难避免啊 比如说520他刚刚也讲到 谁来出席 那这个也是给你面子嘛 那上次AIT的大夏洛城 美国是派的那个 亚太副助寄 不是负责教育的部分 就是他那个还不是负责东亚 安全事务的 那个级别还不够高 嗯 那我们当然也会争取 希望更高级别的人来参加520就职嘛 那包括他帮你组个组织 那里面至少会有现任的官员 你会见得到 哦 还有这个层面的交流 当然有这层面啊 官员的交流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进不去嘛 知道我也知道国际还有别种组织啊 比如什么自由政党联盟啊 那里面也有一些先人的官员会进来 尤其欧洲很多都是内阁制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部长啊 嗯 所以我们还是去参加了 是 所以我觉得成立这个倒没有什么啦 说实在话 因为他并不是说去改变既有的 大型的国际政治组织 并不是嘛 他是新创 可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台湾 相对就要有一些贡献 这个是很难避免的啦 比如说这种组织 你就要捐钱嘛 他总是要募款啊 对不对 那我们也有民主基金会这类的组织啊 你相对应就会有一些承诺嘛 那第二个就是美租美流这种法案 哎 川普六月之后就要跑农业州了 他总要下去交一些成绩单吧 我认为这个也很难避免 因为我们立法院这个会期 大概就是到六月 是 那下个会期就拖到十二月了 川普怎么可能啊 所以我们每次在看中美之间的一些 进合关系 台湾 绝对一般的观众不要觉得说好像 遥远 我们脚的税其实都跟这边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税怎么被运用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时候 在付出去的时候 其实也是每一年从我们纳税当中扣出去的 说到了中美之间的进合 来看一个消息是 有个立场改变的是美国的国防部 我们节目之间讨论过美国的国防部 对于要不要去限制华为 美国企业给他们的这个 零件当中的比例 从25%降到10%是有意见的 当时郭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国防部反对 可能是因为要有一个假想敌的存在 跟商务部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不过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转向了 那国防部长不太会甩商务部啊 国防部跟财政部都比商务部大 可是总统表态了 我看他就非跟不可了啦 了解了 国防部现在他们的部长也就是 位置要坐得稳 就是follow川普的方向 而且我们再加一个 因为科技战本身对美国的股市的影响 没有那么直接 这跟贸易战不太一样 对华为的那个限制令又从 又13号又延的意思吗 那个是既有的零件 我们现在讲的是技术 从25%降到10%这个 这个联动很大的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它的联动到底会有多大 那比如说台积电 7奈米以上就受到伤害 那可是我觉得 川普总之他在大选里面 就是要有一个反中的标签嘛 因为目前他的民主党对手 都是反中派啊 不过委员本来的宽限其实是90天嘛 对 这就是13号又延一次 但是从90天说到45天 我们结案一个训练45天 问个减半 是因为美国企业已经 相关因应已经差不多了吗 还有在算日子吗 我觉得不是 而是他接近选举了 所以这张牌要不要用 他可能还在琢磨啦 时间变短他可以更灵活运用 对对对对 OK不用一次定三个月 然后大家近晚上 直接帮我们做个补充吧 因为看起来对于科技紧 对于农业相对比较松一点 因为美国农业部说 这段时间大陆对于美国的 农产品的采购降缓是可以理解的 必须宽容以对 你来看川普的一些动作 其实美国跟中国之间就很简单嘛 又是对手 但是有的时候又是互相帮手 所以你里面有我 我以为没有你嘛 那这个情形我叫一个打游士来寻抗 两强对抗很微妙嘛 你倒我也不会好嘛 中国倒了美国会好吗 这一次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 美国看笑话 后来发现不对劲了 这个经济也影响到美国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好我也不会倒嘛 中国好美国也不会倒嘛 所以一松一紧有门道 所以有的时候松有力 有的时候是两个部门 这个部门要松 这个部门要紧嘛 那有的时候呢 那当然这个政策首长那就变成 有的时候就前话跟后话的矛盾嘛 但是它重要的 讲句不好听话 这个当选后 是为美国利益考量 这个当选前是为选举利益考量 什么对我选举有利 我就怎么做嘛 一定是这样子嘛 川普有没有办法 这次选举再次能够连任呢 看起来目前的胜算 越来越高啊 回来聊